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对人家都很好 你这个奶奶 所以现在他在色界天很容易到无色界天 我告诉你有的时候在色界天 根本不要经过无色界天 直接可以超出六道 这要靠人在活着的时候好 我告诉你他回来看过你们的 所以你们家里有人做梦做到过他的 有吗 有有有 听得懂吗 他不能经常来的 明白吗 他不能经常来看你们的 来看看你们已经蛮好了 看看你们这批不孝子孙的 现在总算念经了 他就开心了 听得懂吗 我告诉你你这个奶奶啊 很脑子很灵的 活着的时候手巧得不得了 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反应特别好 不骂人 经常讲好话 帮人家说好话 我就说你这个 从他的图腾上看得非常清楚 很干净 你们知道到了天上 他这个身体 基本上 像他们还有一点点的 斑块 黑的 如果再上去 就是整个就像透明一样的 听得懂了吗 所以我告诉你非常非常好 恭喜你们了 为什么要恭喜他们 因为亡人上的越高 他可以避应自己的孩子 因为亡人如果在地狱 他的孩子也会难过伤心 他就讲不出来 就是不顺利 所以为什么中国古代讲 为什么亡人的坟一定要好 因为坟好的话 会避应他的子孙 就是这个道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听得懂 师父啊 我想问问我自己 96年的老鼠 什么 1996年的老鼠 96年 是老鼠的 96年 是老鼠 你想问什么 我想问土腾颜色 还有我的 黑的 黑的 黑老鼠 哇 你两条腿都蛮有力的 你跑路跑了蛮快的 还想问什么 我想问我现在做的这个工 适合我吗 你再坚持一段时间吧 好吧 你可能要坚持到 八月份过了之后 你在动脑筋 现在不要动 稍微有一点点不顺利 没有关系的 你的老板跟你关系还不错 就是还不会拿你怎么样 只是你下面有一个 supervisor 就是那种管理的人 你跟他关系搞得不是太好 你好好做人呐 看见人家们要客气 要笑 讲话要慢慢的讲 跟他念 姐姐这么就好了嘛 听得懂吗 好 姐姐就好好念 这样师傅啊 我还可以问 我身上有没有灵性还是什么 几几年的老鼠啊 1996年的老鼠 没什么 没什么大灵性 小的 就是过去吃过点海鲜 都在你脊柱上面 后面这个脊柱上面都是的 明白了吗 所以你有时候皮肤会痒 对对对 皮肤痒 要念往生咒 明白了吗 明白 往生咒怎么念啊 要好好念 师傅啊 这样我夜障比例大概多少啊 什么 我的夜障比例 你修了多少时间了 两年这样 两年这样 还有28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好已经好很多了 很多了 边上是你的 姐姐 母亲啊 姐姐 姐姐啊 我想妈妈怎么长得这么年轻的 是你姐姐是吧 是你姐姐是吧 你姐姐跟你好得不得了 想知道前世吗 想 想 想想 想你个魂的 想想想了 前世你们两个人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所以我告诉你 你们从小两个人就很要好 你姐姐把你当亲人一样的 听得懂了吗 要管住你的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什么样的人管住 什么样的人还不知道啊 老婆管住老公的呀 江师傅啊 我还要念多少小房子给我自己啊 小房子你要好好念啦 你现在目前来讲 先念36章 36章念完之后再念89章 这算一波 好 好吗 好 你要找工作的话 换工作的话 八月份之后 现在先不要换 你多听听你的姐姐的 你姐姐很有智慧 你什么事情都听她的 我讲的对不对啊 嗯 对 好了 还有什么问题啊 没有什么 不要 不要犯傻 每天要念新经 最好念27遍以上 心经开智慧的 明白吗 嗯 明白 你姐姐挺好的 明白吗 好 好了 好 白师傅 你的智商有点小问题啊 你听得懂吗 知道知道 你自己知道没就好了 从小就是这样的 都要人管教的 对不对啊 白师傅 还弄得来人家从上辈子 赶到这辈子 再来继续管